这不是双轮舞 而是屋里治疗师正在传授家属 如何正确辅助行动不变的病患 陈阿嬷今年78岁 四年前因为骨折导致无法行动 更不能自理 女儿全职照顾却找不到方法 像吴小姐和妈妈的故事 只是冰山一角 雪龙区还有许多低收入或清寒家庭 负担不起约聘居家物理治疗师的高昂费用 因此放弃附件的机会 错过康复的黄金时机 都是来说几百块 一百块以上或者两百块左右一趟 所以对一个长期需要治疗的人来说 它的负担是真的是比较沉重 所以一般上我们除了教个案怎么做 更重要是教照顾着怎么做 怎么照顾自己 跟怎么照顾患病的人 这样才可以算广其下 资深物理治疗师庄岳玲 随着志工在一日内探访三户家庭 除了亲自关怀慰问 也信心传授他们 简单有效的附件动作 帮助他们逐步实现 再站起来的愿望 真正美之光杨文辉谢爱芬 马来西亚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